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网咖渐渐成为了主流 再次笑纳了大家手里的小银子 甚至还出现了网咖难民的现象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网吧到网咖的变迁吧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候的网吧 其实应该算是现在网咖的前身 世界上第一家网吧 是当时波兰姑娘艾娃·帕斯科 于1994年9月1日 在英国伦敦西区开设的塞伯利亚 随后,1995年开在上海的网吧 3C加T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业界精品和传奇 甚至成为了上流社会生活的一种象征 1998年7月1日的时候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在访问上海期间 还去网吧进行了参观 并且享受了一下 长达40分钟的免费上网冲浪之旅 这也是为什么说这家网吧传奇的原因 有小伙伴或许会问了 40分钟不就眨眼前的事情 为什么用长达40分钟这个说法 因为在当时 这家网吧的上网费用为 每小时20元人民币 换算成新台币的话 是每小时88元左右 而那个时候上海市职工的人均月工资 大概是773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 每小时的上网费用 占全月收入的2.5% 40分钟可以说算是小小奢侈一把了 那个时候网吧能提供的服务 也并不是和其他玩家在网上激情兑现 而是模仿当时国外的网吧模式 让人们在优雅的喝着咖啡的过程中 学会使用电脑上网和办公 没想到吧 早期的网吧竟然不是主要为了打游戏 毕竟在当时 如果只是想玩游戏的话 首选当然是街机 1995年到1998年期间 是网吧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随着电脑游戏的出现 网吧不光是用来上网办公的场所 也逐渐开始成为游戏场所了 普通的网吧在那个时候被称为电脑市 在那个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 电脑中的游戏虽然主要以单机游戏为主 但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1998年以后 网吧的数量开始迅速膨胀 大规模的行业内卷也开始了 上网费用也大幅降低 学生党也可以用零花钱上网 1999年 腾讯参照ICQ推出当时 中国第一个即时通讯软件 OICQ的时候 不少人上网吧是为了交友和聊天 后来 网络游戏开始兴起 搭上顺风车的众多网吧 开始接纳网络游戏用户 当然 一些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这一时期 很多人眼里的网吧是带有贬义的 2002年6月 有四名未成年人 因为与网吧服务员产生纠纷 而对网吧进行报复的蓝急速事件 引发了国家和社会对网吧监管的重视 同年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出台 网吧行业也随之开始重新洗牌 此后的网吧发展 几多起落 并且随着电脑在家庭中的普及 网吧这一行业进入了一个极代转型的时期 这个时候 网咖的概念出现了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3C加T吗 其实从理念上来说 3C加T更像是今天的网咖 也就是网络咖啡厅的模式 只不过现在网咖逐渐演变成为 兼具娱乐和休闲功能为一体的 新型网吧业务经营形式 网咖与传统意义上的网吧来讲 有两点区别 第一点是在饮食上 传统网吧会提供一些常见的矿泉水 碳酸饮料 泡面等 但是网咖提供的食品 要更为精致一点 比如奶茶 咖啡 甜点 简易正餐等等 第二则是整个环境的设计上 网吧一般来说 主要是大通间和包厢 主要依靠电脑配置和上网速度 来决定收费水平的高低 而网咖则整个布局设计更为精致 有休闲区 情侣区和VIP区等 配合着现在正蓬勃发展的电竞行业 也会有在专门的电竞区 甚至还会组建自己的电竞队伍 这里不得不说起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特殊的现象 网咖难民 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日本 在日本有很多网咖 是24小时营业的 并且是能够在网咖内过夜的 网咖内部一般会分隔成 几个1.5平米到2平米左右的小隔间 每个隔间里会配有一台电脑 和衣架 拖鞋 台等等 上网不留宿的小隔间内 一般不会有沙发或者软电 需要过夜的隔间 则会进行相应的配备 价格也会根据隔间内的配置 和装潢等略有不同 同时 小隔间的隐私程度也不同 有的房间并不是完全隔开的 隔音效果也不好 甚至能清晰地听到 隔壁传来的呼噜声 网咖也会配备漫画阅读区域 和公用的洗漱区域 随着网咖这一行业 在日本的发展 现在许多网咖也会为女性提供专门的生活区域 这些网咖虽然上网速度并不慢 但电脑配置并不和追求带动大型游戏的网咖一样 有的网咖的电脑只能简单地上个网 看看视频和一个简单的像素风游戏 总的来看 与其说是网咖 倒不如说是一个能有电脑上网的小型宾馆 并且和一晚上5000日元的便宜的商业旅馆相比 很多只能拿每小时薪资1000日元左右的临时工 或者自由职业者而言 网咖只需要2000日元和人民币109元 新台币484元左右 就能度过一晚 并且长期居住还有优惠 选择哪一个就显而易见了 尽管是这种狭小的生存环境 却让很多因为经济等原因 不得不长期居住在网咖的人 有了歇脚的一席之地 网咖难民一词就是来源于此 2007年的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 并不是只有年轻人选择网咖难民的生活 40到50岁年龄阶段的人也大有人在 很多人是日本经济泡沫的直接经历者 或者经历者的子女 并且女性占比数量也并不比男性少太多 并且到2009年的时候 统计到的网咖难民数量 还在继续增长 许多人选择当网咖难民 是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 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时间不规律 回家还不如选择离工作递近的网咖方便 还有人虽薪资足够 但是不想应付租房时各种金额带来的麻烦 而有人则是因为懒于社交 网咖是他们认为的社恐舒适区域 这种狭小的空间和相对高压的生活 让很多年轻人丢失了梦想这种东西 有一个可以逃避现实 而且还算能住的避风港就足够了 而在疫情的冲击下 网咖逐渐暂停对外开放 有的甚至因为久无收入而倒闭 网咖难民的家没有了 甚至连工作都成问题 他们要面临的是流浪街头的困境 虽然自网咖难民这一现象出现的时候 日本政府就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 为他们提供帮助 但网咖难民这一群体 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会逐渐消失 甚至数量比起十年之前统计的数据还有所上涨 疫情期间 政府负责安置这些民众的审核和申请条件 过于严苛的操作 让很多人感到不满 东京慈善基金代表涛叶刚 还因为这件事发文痛批官方 但收效甚微 说到这里 有小伙伴或许要问了 是不是像日本一样 在疫情冲击下 网咖和网咖的数量才会越来越少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疫情的原因 让许多网咖和网咖没有了营业收入 维持不下去的只能选择倒闭 但是疫情其实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家用电脑的普及 让很多人可以自由配置自己的电脑 相比于当年网咖上网比买电脑划算的时期 很多人更喜欢按自己的需求配置一台 信息安全性增强了 并且还不用忍受网咖的烟雾缭绕 去网咖上网的人自然就少了不少 再一个原因是智能手机的普及 也给网咖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智能手机的价格越来越内卷 手机在功能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 甚至许多人觉得 使用起来比电脑还要方便 再加上许多电脑游戏纷纷出了手游版 人们随时随地就能玩 而且不用局限于电脑配置了 再加上现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逐渐增大 不光是80后90后的人 许多刚刚步入社会的00后 也需要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所以有大量空闲时间 享受现代网咖的人 也不如行业鼎盛时期的人数多 事物的更迭是发展的必然规律 可能网吧将来有一天 也会被新行业所取代 不过正如英国作家底庚斯 曾在双城记中所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网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反应的社会问题 也是如此 而如何解决应对这些社会问题 或许就是他们对未来的重要意义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